你说今天要约了两个美女 看一项 准备做直播 看一下怎么样 穿得这样 怎么穿得这样 你好 多少钱 一万五千 你两个 你不是说三个 那个没来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没听见了 他不来干嘛 那时候跟你谈过 我没有来没有来 我没听见 你听见 那先到这里吃一下再说吧 好啊 可以 这两个美女 她懂中国懂得多吧 对啊 一点啊 这个就这 她会看字是不是啊 对啊 会不会晒啊 我们四个人 我们两个 是啊 嗯 是什么 有炒饭什么有的 来啊 看来啊 有炒饭什么有的 是 有炒饭什么有的 有炒饭你 有炒饭什么有炒饭 有炒饭什么有炒饭的 我真的有炒饭什么有炒饭 这个是我 他跟我一起在今天 每天晚上下一个菜来的 都跟你说了 还不记得会怪我 我还有一个 等一下今天晚上我跟他聊 他连不连一句 他从中国来的 可能他不会那么多中文 他不像他很连一样 好看型的嘛 要找柬埔寨的看 柬埔寨的看 没人啊 有人他天天催我 他什么时候给我搞了个群 我都不知道 就是要跟你大个 大个你呀大个 妈的人都没有大个 这个这个人呢 他天天催我一个什么时候播啊 我给你搞点推点流量 他也在等啊 我们都在等 没有美女啊 没有人啊 你说生死了吗 还需要多少 越多越好 需要多少 好看的一个两个就够了 你找不到 你干嘛画得这样啊 怎么画 人生妈 那都是人生妈 那都是人生妈 那是人生妈 那是人生妈 那上去没看见你 我没这样 那是人生妈 我没有这样 我就是一个菜人的呀 我就是这样不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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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几个本地人的吗 得看 有的现在有红红啊 可以啊 好看可以 要给你这样高一点 像我这样的脸丑不要吗 独脸 柬埔寨人的工资才给得起啊 柬埔寨人的工资怎么给啊 你先吃再吃 我当家里的工资你还不知道啊 我当翻译的工资我给不起啊 我知道我是理解你我才来啊 但是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他让他可以 因为他是我最亲的朋友嘛 他很好 然后我刚才介绍给他的工作 他也可以做 然后如果你可以在哪个地方 住房子住啊 可以在哪个地方 我们还是在进边做啊 不可能来这边呢 他的工作是在庄子岛那边呢 庄子岛里面的 就是在这边呢 对啊 我们一下中间找了一个房租 两个人一起租 但是没有找到 开始看吧 找到人看在哪里租房子 你在这里他在那里 看在哪里租房子 是不是啊 知道吧 然后刚开始 看你们那个时间怎么 我们怎么安排 几点到几点 但是你继续来出啊 你继续来出啊 我说也有你说 因为你指的是兼职啊 你不是全职给我 全职我给不起你的工资啊 你听明白吗 全职只是给柬埔寨的人啊 或者给他一百多 两百 是不是这样 那差不多啊 你们当房租 我哪里给那么多工资 给得起你呢 对不对 刚开始 天啊 我现在那个酒吧里面的工作 我不做了 但是你要给我处理找一个工作 你请给我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我再分开时间来帮你直播 嗯 不过我还是关了帮你直播 我赚不到钱 那不是 不是赚不到钱 刚开始肯定赚不到钱 我的消费比较高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就能赚到钱的 这个是有风险的 我知道 所以我下一来想帮你找一下 但是你要找什么工作啊 你有的人你不做 那是一样的反应啊 怎么样啊 你要是不是台湾的老板呢 嗯 我不想吃 现在我们就去酥丁好了 不错了 嗯 你先吃吧 先吃再说 先吃再说 聊怎么聊 你知道了 知道了 你还叫我来聊的吗 你说你有三个美女吗 那么那不是她两个我要介绍吗 要讲给她们听嘛 现在她一个你都知道了 妈妈就现在不能聊 给你找个地方吃 你行的话 实际上没得好了 首先跟你说了吧 给不起工资 给你管吃管住 对吧 你要兼职 捐业的 那只有节目在呢 我们才可以 像你们我拉的可以请嘛 对不对 你们最少出去也三百块一个月嘛 是不是 最少也三五百嘛 听明白了 所以说我就请不起兼职 比如说你晚上 你晚上上班 你下午去我那里啊 可以到我那里吃 可以到我那里住啊 到时间 没有我是老板 我们一起分 我们一起提成 你怎么办这个 一起提成啊 嗯 那赚多少钱我们一起分就行了 可以吗 对啊 以后再说啊 你试一下一个月 两个月以后再说 要就是请那个节目 在那个小女孩 这样的漂亮的啊 可以给公司 那你跟那里想 请他们工资吗 我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工资低嘛 要不漂亮 年轻一点是不是 要不他们 要求低一点嘛 是不是 那你们要求肯定高啊 那我就做个房子给你吃 给你住呗 有时间就直播 你要上班就上班 你要聊 你要跟他聊 在他面前聊 基点开始 我就讲给他听了 你也听见了 你懂吧 你们懂不懂 我说的你懂吧 我懂 嗯 现在我给不起工资 刚开始做 是不是 我只能 如果做我们说好了 是真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吃 我可以租房子 给你吃 给你住 是不是 我只能提供这个 你上班你自己赚钱 如果有空的时间 我们再直播 是这样的是吧 如果以后能做好了 就是谈工资 怎么分钱 那个好说嘛 刚开始 像你们工资那么高 我给不起了 我 就这个意思 是吧 是吧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以后分钱 也不是说我老板 我把钱分完了 不是的 分多少钱 我们一起分 大家一样的分就可以了 懂吗 投资就是我投资 管你吃 管你住啊 可以 是不是 没有赚钱 不赚钱亏本身 就是我亏了 能赚钱 我们大家一起分就行了 就是我们都是老板 都是股分制 就是这个一样 不是你给我打工 我要给你多少钱 一个月 如果是请本地的那小姑娘 我说了给她多少钱个月 那她以后也是这么多钱个月 以后有钱多 她也没有多的 给你们 给我一起做的话 那我们多了 我们一起分 那你等会 我做的那些 是给不起的 因为刚开始 不一定是能赚钱的 是不是啊 公司不高 我从不得了啊 哈哈 叫给强哥打下贡 我都闲着 你缘你的事 我只能给你兼职 你上你的班 你有时间 就我们就开 比如说你下 你路不很漂亮的再说啊 啊 路不很漂亮的 再说嘛 是吧 你不找那个莉莉啊 谁啊 你不找莉莉啊 莉莉 她聪明 她脾气好一点 我骂她没事 你我不能骂 可以骂 可以骂 不可以 骂你就生气了 这个跟脾气没什么关系 只要 出去坐一下 出去坐一下 但是现在咋还坐 还坐一下 这三点半 你随便啊 我都说外来 就是今天都是你谈事 我现在你从家等下回家 谈好了 我已经谈好了 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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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好了吗 你听懂了吗 你问她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她都理解了 她怎么会认识中国字 还不懂啊 没懂了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那怎么说 就找一点本地的好了 那些像这种 柬埔寨人的 不懂中文的 上班的好